而使得贵一雄便已明白 世间男女 十二如交似妻 十二又憎恨至极 半辰情爱 大多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交织着 贵一雄的父亲性格暴躁 动辄对妻儿全打脚蹄 不久后父母关系破裂 母亲和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大学生 坠入了情网 贵一雄从未见过母亲笑得如此美丽 又小的他似乎感受到 莫种奇特的力量 正改变着忍耐力十足的母亲 并将她慢慢牵引至远方 母亲离开家那天 请唤贵一雄到身边 忍真累告诉她 也许我们今后都不能见面了 你要照顾好妹妹们 贵一雄询问母亲 是否是去大学生那里 母亲没有回答 只是轻声说 等你长大了就能明白 就这样 在熟悉的桥头 母亲抛下了一路追着自己的孩子 贵一雄明白 或许母亲也很痛苦 但要说他们不恨母亲 也是骗人的 而在四十年后 贵一雄却也背叛了 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货车站中 翘首以盼的她 终于等来了 约好一起旅行的情人贵子 两人关系上处暧昧阶段 但他们已认识快十年 十年前 还是个小女孩的贵子 怀着演员梦 从家乡来到东京 找到了身为编剧的贵一雄 虽然现实与梦的距离还远 但贵子始终对未来 抱持着热切期望 他请求贵一雄 先为自己介绍一份酒吧的工作 打算一边打工维持生计 一边为做演员 积累素材 而初次见面 贵一雄就对眼前这个 和母亲一样 操着九州口音的女孩 充满了好感 之后 两人关系日渐亲密 贵一雄也彻底迷上了 率真 倔强 周身充满能量的贵子 贵子也发现了 贵一雄对自己的好感 他并未远离 反而在闲下时 做起了帮贵一雄改稿的工作 两人关系虽很是暧昧 但当贵一雄做出越轨之局时 贵子还是会慌张着逃开 直到贵一雄的小说得了纸木奖 祝贺的人群中 只有贵子雀跃的笑容留在了心中 贵一雄才意识到自己已彻底沦陷 于是他终于决定借工作之便 带贵子去青森旅行 而从此刻起 他们的命运也有如被撞上了定时炸弹一般 原因是去年夏天贵一雄家突发噩耗 其二儿子次郎得了一场重病 经医治后虽保住了性命 但却无法再向其他孩子般自如地活动 次郎从医院回家那天 一直盯着旋转的床铃 努力地笑着 为了鼓励次郎 贵一雄慷慨激昂地说起了 儿子健康时参加有用比赛的情形 孩子们兴奋地手无足导着 次郎也挣扎着跃跃欲失 但他终是无法再站起来 而妻子顺子则一边背身洗着衣服 一边悲痛地流出泪来 自此以后 夫妻俩再无太多交流 一心想医好孩子的妻子 开始迷信旁门左道 问谁又能笑他愚蠢呢 这些年 顺子养育了五个孩子 陪贵一雄从一无所有到宫城名就 他的辛劳 贵一雄很清楚 不破坏妻子心目中的家庭 这是结婚以来 贵一雄一直想坚守的准则 但如今 夫妻俩的命运 却早已奔向了某种未知的局面 这天 家中收到了来自清森的信件 他在志文学纪念碑将要建立 作为生前好友的贵一雄 被邀请参加冻土仪式 冻土日期 恰好是去年次郎得病的日子 妻子神秘地说 神明告诉我 下个噩梦也会在同一天 这次一定是桃色纠纷 贵一雄匆忙顾左右而沿他的躲避着 而妻子却无自念叨说 果然是太迟了 什么太迟了 贵子的事 你不是要带他去清森吗 妻子合上了房门 在清森 身为演员 且是贵一雄同行伴侣的惠子 被邀请朗诵贵一雄 为太宰智所作的追导师 朗诵声中 贵一雄想起和太宰智 共度的年轻时光 那时 他们一群资认作家的青年 终日浪荡无味 四处碰壁 却又纵情滋意 虚度光阴 面对空虚寂寥的人生 太宰智选择了赴死 而贵一雄 则更怨苟活 也不知 谁的选择才是真正的勇敢 在清森的第一晚 龟一雄梦见了妻子抱着次郎 跟随太宰智 一起去了玉川上水 那时 太宰智 投河之地 龟一雄在大狱中 拼命呼喊 但两人却神情淡然 一副要殉情的样子 他从噩梦中惊醒 只看到惠子远远地坐着 听着睡梦中的龟一雄 对妻儿的呼唤之声 惠子不免对这次私会之旅 生出几分愧疚感 但这份愧疚很快被请欲代替 这一晚后 他正是做了龟一雄的请人 第二日 两人共同去密林踏青 潺潺流水声中 惠子像一个处处经历爱恋的女孩 而龟一雄却忧虑起两人 以后要如何相处 惠子天真的说 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只要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山间瀑布前的合影 成为了这段禁忌之爱的证明 惠一雄回到家时 侧郎依然未有好转 妻子也仍神秘兮兮地 搞着迷信活动 他直接向妻子坦白了 自己和惠子的关系 妻子似乎早有遇见 你所做的每件事我都知道 他恶狠狠地吹灭了蜡烛 宁静说道 我已经决定了 明天一早就离开这个家 那孩子们怎么办 惠一雄交集询问道 你这样问 实在是卑鄙 请你负起责任来 不行的话 让惠子来帮你啊 妻子带着恨一回说 而后 他向贵一雄借了三万日圆 平静到了晚安 而躺进被窝里 他还是男人放声痛哭起来 第二日一早 贵一雄睡眼轻松地醒来 妻子正在院子里烧着东西 那些曾经很重要的物品 现在都已无关紧要 我也很想带孩子们走 只是仅凭我自己养不活他们 妻子在玄关处 客道而冷漠地告了别 而后搭上了离去的计程车 妻子刚走 郭一雄便以工作之名 搬到了酒店去住 五个孩子被他甩给了 住家的护士和保姆 酒店中 他开始和惠子尽情投还 但每当从情欲中醒来 侧郎惊挛的身体 以及孩子们的吵闹声 就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些真的能进入 他和惠子的生活吗 不可能的 不孝一个月 他们都会精神衰弱的 他一遇见到 和惠子的关系 很难持续下去 而且现在的他 没什么创作冲动 唯有写些不入流的 婚外情小说 维系生活 而没有了妻子的操持 家中打来电话要钱时 他也只能先从编辑那里 预支写稿费 但即便这样 他依旧沉醉于请欲 一日 孩子们来酒店找他 开门却看到 正整理仪山的惠子 孩子们眼中投来的敌意 令惠子落晃而逃 妻子已向贵一雄提出了离婚 但需要他支付 五百万日元的赡养费 贵一雄打算把孩子们 居住的房子卖掉 送孩子们回家时 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家中停了电 隆隆的雷声 让众人手忙脚乱 侧郎也惊惧强 正当所有人乱做一团事 妻子赶回了家 他点起了蜡烛 孩子们很快恢复了平静 侧郎也露出了笑容 此刻 烛光眼影下的妻子 就像神话中 有着圣洁光辉的母亲 妻子说自己想通了 不再急需望于神风 而是要留在这个家 照顾侧郎和孩子们一辈子 只是以后 他只做孩子们的母亲 不再任龟一雄 这个丈夫 此刻灯光亮起 龟一雄喜出望外 匆匆离开了家 妻子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目光灼灼地吹灭了蜡烛 龟一雄去找了惠子 两人在前草租了一间公寓 开始了如贤婚夫妇般 和莫的生活 但龟一雄心中 却见识惶恐 他深知 这般甜蜜的生活 总有一天要结束 对他和惠子的惩罚 终要降丽 某天两人回家时 发现家中 行切的不是别人 就是他的大儿子一郎 一郎这样做 只是想引起父亲的注意 因此警察也未作追究 妻子匆匆赶到警局 带一郎回家 却看到正在这儿的惠子 惶恐的招呼 愤怒的巴掌 两个女人各自承受着尴尬 贵义雄却仿若置身是外置人 回公寓后 楼下两个视警女人 正因男人而打着架 惠子看着楼下狼狈的女人 仿佛就像看着自己 也许我真的该向你太太道歉 她说 然后无嘴冲进了卫生间 大概是怀孕了 如果是真的 我可是会生下来的 要辛苦你了 贵子楠楠说的 而贵义雄脸上 却无半分喜悦 之后 贵子去医院确认了 自己怀孕的事实 她匆匆找到贵义雄 惊慌失措地哭了起来 她想生下孩子 但又根本不可能 这是贵义雄的第六个孩子 就是个私生子 一定不会有好的生活 况且 她的演员事业才刚刚起步 她哀求贵义雄 明天做手术室一定要陪在自己身边 而贵义雄却说 明天是节稿日 要通宵赶稿 看着眼前男人的逃避 贵子愤恨而去 而编辑告诉贵义雄 最近传言贵子 和某位叫岛村的打官显贵油染 听闻此消息 贵义雄瞬间暴怒 拉着编辑去酒吧买醉 而后又撒酒疯般说 要去找岛村决斗 最终 她流落街头 被路人狠揍了一顿 第二天 她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醒来 一个风尘女人将她捡回了家 女人年龄不算大 对她的作品有着天真的崇拜 她似乎从女人身上 看到了曾经惠子的影子 刚回到公寓 催稿的编辑便找上了门 贵义雄让对方拖住印场 自己马上写稿 但手臂受伤的她 根本握不住笔 最后还是打电话 拯救妻子来帮忙执笔 贵义雄将三人的感情纠葛 写成了小说 而妻子肆意不在意 因为眼下有更棘手的事 等她去应对 住家护士辞了职 她一个人照顾五个孩子 早已力不从心 贵义雄提议将次郎 送去专门的收容机构 妻子觉得这样做 孩子实在太过可怜 要是你病倒了 孩子们会更可怜 最终妻子只能无奈妥协 收容所中 陪伴次郎的 只有不停旋转的床里 父母离开时 她似乎意识到自己被抛弃 相应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而贵义雄则自我安慰般 一路念叨着 次郎加油回了公寓 贵义雄正在于是搞着迷信活动 烛光映震驾的眼神 像极了曾经的妻子 孩子被打掉了 她显得很悲痛 但还是强打起精神 想要继续维系 和贵义雄的甜蜜生活 这是一切早已成为过往 当她的这贵义雄 让妻子帮忙改搞之事后 再也扬装不下去 为什么 你非要让我如此痛苦不可呢 贵义雄贵义雄 也提起贵义雄和岛村的风流运势 而坊间传闻中的贵义雄 只是恰好与她同名同姓 深爱的男人竟如此看待自己 这让贵义雄处理愤怒 两人开始互相指责攻击 最终撕扯扭打在一起 房间里昔日的甜蜜不复存在 现在的他们 就像一对互相憎恨自己的夫妻 最终 贵义雄靓枪着离开 将贵义雄一人留在了这狼藉的房间 之后贵义雄独自出门旅行 以写作才风之名逃避着现实 可伦上 他恰好遇上了 那个曾收留自己一晚的风尘女人叶子 两人相谈圣还 叶子身上最原始的生命力 再次吸引了贵义雄 他一路追随着去了叶子的故乡 这是一座凋敝已经无人的小岛 叶子苍老的母亲和邋遢的继父 一同生活欲词 贵义雄被热情款待 但却总有一种奇怪的氛围 营绕着这个家 一夜请缘后 他得知了叶子的悲惨绅士 他自小没了父亲 后又被继父侮辱 年幼怀孕的他 独自在海边木屋住了近两年 孩子要着后 他才孤身离开了小岛 人类这种动物 真是全都在做傻事啊 爱时要生要死 恨时又厌无至极 但我很珍惜这愚蠢的感觉 并且一边吸气万维痛苦和伤心 一边以珍惜之心火下去 贵义雄以作家的口吻感慨道 贵义雄离开时 叶子倍感不舍 最终他跳上了即将离岸的船 两人自此开启了一段 漫无目的的流浪 与贵义雄来说 叶子是最好的旅伴 因为他从不问目的地 也不问终点和结束的时间 就像当初的惠子一样 他们一路穿越了海岛 密林 沙漠 戈壁 从日出到日暮 从库下到岩洞 终于在圣诞节来临时 回到了起点 最后的温存结束后 天空英景地飘起了雪 这场幻梦也该结束了 之前有个新加坡的有钱老头 向叶子求乐婚 他一直未做决定 而如今这趟痛快的旅程 让他下定了远赴异国的决心 只给人快乐的事 是不可能维持一辈子的 叶子从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 贵义雄的生活已足够复杂 如果自己再介入的话 一定只会让所有人更痛苦 他们在一座桥头离别 叶子飞奔着 却往了生命的下一站 短暂的相吃相伴 彼此没有任何亏欠 潇洒的令人感到悲伤 回到东京的贵义雄 先去了惠子的公寓 为敲开房门 才又打车回了家 妻子仍在厨房中操持着家务 他先要了一些钱去付了车费 而后将从海上带来的鱼 交给了妻子 多亏了这条鲤鱼 让这个年过得体面些 妻子的目光尽是冷峻 贵义雄望着砧板上的大鱼 就像望着荒唐的自己 第二天朋友们来家中拜年 酒足饭饱之后 贵义雄却再次知妻儿朋友 欲不顾 结果离开家 却找了惠子 妻子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迫不及待撬开了公寓的房门 却发现惠子已有了新的恋人 我一直在做明知会失败的事 请你别再让我成为一个丑陋的女人 面对贵义雄的纠缠 惠子内心仍在犹疑 只是接下来的电话 让他彻底下定了决心 电话那头传来了 侧郎去世的消息 贵义雄匆匆赶到时 妻子已在床边 哭得泣不成声 医生说 中午时 电视中播着游泳比赛 突然间 侧郎以强大的力气 从床上跳了下来 就像游泳选手 跳入水中一般 而后他撞上了墙壁 再也没能起来 贵义雄这才意识到 自己不经意的话语 长久刻在了孩子心里 对不起次郎 贵义雄喊泪说道 只是这忏悔 早已无足轻重 次郎葬礼过后 贵义雄收到了 惠子寄来的包裹 里面是他留在公寓的物品 在此赶去公寓时 惠子已收拾好了房间 是时候该结束了 惠子将一双旧皮鞋 和那张瀑布前的合照 还给了贵义雄 而后卫各自 倒了一杯酒说道 我一直认为 能和你一起生活 是最好的 但后来却越来越痛苦 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 不 我认识了 对 贵义雄跨过贵家的桥头 将旧鞋扔掉 然后把照片撕碎 抛在了水中 一切如一场幻梦 孩子们出现在了家的房项 妻子正准备出门买菜 贵义雄交代 多买些白菜回来 说这阵子自己都会在家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你做的每件事 我都知道 妻子离开后 为义雄招呼孩子们 挽起了名为 《众死人》的游戏 五个孩子 或起于脖颈 或付于后背 或挂于手臂 或占据心头 这是1986年的电影 现在看 无疑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这样一种 完全从男性视角出发的 夹杂着味噬 与便捷的 男人成长 乌与诗的故事 会给当代人 尤其是女性 以极差的观感 但本篇却又是高分之作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 价值观 不应该成为 评价文艺作品的 先决条件吧 个人观影过程中 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婚姻制度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是契约 是道德约束 是爱的表达师 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规讯工具 很多时候 我们没办法厘清 他往往因爱意而起 通过一纸契约 完成形式上的确认 却又参擦着 暧昧不清的道德性 而在社会和世俗层面上 婚姻又被认为 是人一生 必须要经历的事件 在当代社会中 这种多重属性的弊端 似乎愈发现现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躲避婚姻 就像电影结尾处 为英雄和孩子们 玩的众死人游戏打扮 人们害怕 被这样一种难以厘清 却又沉甸甸的形式所绑复 李银河说 婚姻制度终将走向消亡 但即使成真 处在更替之间 不那么先锋 有没那么勇敢的人 该如何在约定俗成的 世俗压力面前 找一种方式妥善安身呢 第二个问题 就是责任和欲望的关系 为英雄半生 都在现实和虚妄中挣扎 一方面 他贪恋欢愉 重情自已 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另一方面 一生瘫痪过后 他却又不得不面对 分支他来的世俗压力 他就像置身火宅之人 时时刻刻焦躁不安 不知进退 大概 他在之活下来 也会是这副模样吧 或许我们无法对他们的 伦理道德观感同身盛 但人为欲望而活 还是为责任而活 却是普世而永恒的命题 他难有答案 我们每个人都挣扎其见 我是藤静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盈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